大剧美好生活正在东方卫视,北京卫视同步热播,随着剧情渐入佳境,老中青三代的情感,走向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网友追剧,特别是故事里熟悉的烟火器,难得的呈现出现时感情的琐碎日常,也让观众理解到剧中纠结又真挚的生活哲学,目前,该剧的收视和讨论度还在不断走高, 东方,北京卫视收视率连续霸占榜首,全网播放量接近20亿,美好生活热播报剧照张嘉义迎来情感盛放,今日,美好生活又曝光全新的温情版海报,张嘉义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同狂,一见清新的现热李小冉,曾经相濡礼墨的前妻妞丽,和永远包容自己的母亲宋丹丹, 他们四人在各自温馨鲜亮的背景中,脸上带着微笑,被团团鲜花包围,传递出一种柔情默默的情感状态,正如海报上那句,遇见你,让我认识了更好的自己,他们之间的情感漫络,不仅是这部剧的最大看点,也成了这句话的最好注解, 梁晓慧,美好生活已经是李小冉与张嘉义的第四次合作,不同以往的是,两个人物的感情跨越了追求制造小浪漫的层面,将重点放在了心灵上的沟通,李小冉表示,张嘉义一直是我的偶像,这次我们在戏里也谈起了虐恋, 但最终结,结局怎样,还是需要大家去看剧,对于这段走心虐恋,张嘉义也有自己的理解,杨晓慧独立坚韧,温柔善良,一直真诚地对待爱情,其实,到后面我相信维系两人之间感情的,已经不再是徐天的那颗本属于小光的心了。 美好生活温情版海报 徐天和准妹府黄浩达玩游戏,张嘉义新的秘密,或将曝光矛盾升级在雪高潮,随着剧情热播,剧中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,和面对问题时的选择,都已逐渐明晰,徐天和梁小慧之间的脆弱爱情正面临来自各方的阻挠,前妻小白的纠缠,梁富的误会,让两人继续在情感的十字路口徘徊, 反观任性的贾小朵,她身上有不少现代年轻女性的影子,敢爱敢恨,勇于追求爱情,还有事业有为的编制君,在和梁小慧相处的过程中,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也渐渐显露,尽管该具直观的刻画出了看似美好下的不美好, 但真实呈现出了当代都市人不同的情感观,价值观,正是以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引导,呼唤观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珍惜, 有了张嘉义,李小冉,宋丹丹,牛力,李乃文,辛伯兴,江炎,岳以恩,成玉及陈美琪等人的动人演绎,让这些人物引起观众共鸣的同时,也告诉我们最朴实的人生哲理,美好生活,取决于你的态度和选择, 那在接下来的剧情中,关于张嘉义新的秘密也即将曝光,这个巨大矛盾出现在两人面前,他们会如何化解情感上的内忧外患,同时,周围人各自面临来自世俗的挣扎,又会否因为这个秘密,而改变自己的态度, 播出过半的美好生活,即将在续情感高潮,令人期待,每晚19点30分,美好生活正在东方卫视,北京卫视热播,该剧由天意影视,20一路影视传媒出品,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联合出品, 刘静导演,徐冰编剧集监制,吴一任总制片人,吴立,武刚单刚制片人,目前,美好生活的热度还在不断走高,有望成为